你都说了 那个包牙扫这个 这个角色都这么丑 我都可以接受了 主妈哪里会丑 伴美反而我有压力 伴丑我反而没有压力 只要伴不是我的人物 我是特别喜欢的 因为我就可以把我自己 真正的我拿掉 所以我喜欢伴不同的我 丑不重要 美反而我压力大 社会上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人 有幸运的人也有不幸的人 有漂亮的人也有不漂亮的人 异味地演着漂亮的人 让不漂亮的人感觉到 为什么社会这么不公平 大家都是漂亮的 但是你也有不漂亮的人 不漂亮的人也活得很开心 让他们知道不漂亮 或者有缺陷的人 也是可以活得很开心 这是真正我们要传达的信息 也就是我们当演员的 一个背负着社会的责任 不是我能不能接受 是观众能不能接受 我不觉得我要做这样的事情 去挑战观众的视觉 没有这个必要吧 这个我就要看当下的剧本 写得怎么样 而不是你现在很难想象 你说怎么的好法 我不知道 如果真的是看了剧本 真的好的话 我不介意接 然后我也要看对手 他的感受怎么样 而且对手的知名度 跟粉丝有多少 你不要破坏到他 免得出去帮不到人 反而害的人 对不对 只要外面的观众可以接受 那就演咯 如果大家都不能接受 然后有很多那些 不好听的话语来攻击的话 干嘛去制造一个 不要把人家去设呢 现实生活中的角色 就是妈妈 人妻 人家的女儿 就是自己 不用演 戏是要演的 现实生活中就是回复自己 根本都不用演 所以没有困难 只要回到家 回到现实 就要脱离角色 绝对不要把角色带回家就行了 新加坡来的对吗 你是谁 我叫全 心情已经平复很多了 那个亢奋了几天了 所以亢奋到我们无法睡觉 平静下来 好好的策划接下来的东西 第一就是机遇很重要 然后这些年来我 我在这方面 这个行业的一些累计经验 可能很多人都有在看 因为我不是一直演女主角 我都是演女配角 女配角的角色是多样化的 所以各式各样的角色 可能他们导演 甚至他们都有在注意 所以会觉得 我比较能够胜任这样的一个角色 这些年来的女配角 就是为了成就这个女主角 从来没有 我觉得是一件 是一件很遥不可及的事 因为连自己国家里面的奖项 都很难去入碑了 更何况是外国的一些国际奖项 对我而言是一件很不可思议 遥不可及的事情 所以从来没有想过 但是我有这种希望 希望有一天 我就走进国际舞台 我觉得 我入围了 我就觉得我已经赢了20% 100%我已经赢了20% 现在是要怎么把那80%赢回来 这个不是我能够控制 就要看当下的 当下的评审观众的口味是怎么样 因为五部五个女主角的演绎 都是不一样的 都很不一样 如果有机会让我碰到金马的话 金马这个奖项 我当然是希望碰到金马这个奖项 不是说我不喜欢红星 但是如果有这个机会 通常这个机会是很难的 但是当你有这个机会 当然你的目标就是这个金马 肯定的嘛 每做一样事情都要有一个鼓励 包括你读书也好 做什么事情 赛跑也好 任何一个比赛都好 都需要一个奖项来鼓励 没有的话你还是继续努力 有的话会提高 更提高你的士气 所以 当然 没有 就会往有的方面 要的方面去竞争 去前进 有的话你会更想要更好的 所以奖项 有的话当然是最好 没有的话继续努力 所以 好 孙 verstehen vs 就是 咯